好 下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例三 这道题是解方程 分式方程我们在之前讲过了 那么这个题解方程 同学们可以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技巧 自己先试一下 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好吧 来 有没有同学计算出来呢 计算量是有点大 对吧 但是它并非不可以做 那首先我们观察这个式子的话 发现这三个里边有些东西长得很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就x方减10x 都有x方减10x 是吧 只不过一个减29 一个减45 一个减69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需要干件什么事呢 它又有长得很像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又要换圆啊 那换哪个呢 一般来说 我们是不是都是换中间数 或者平均数之类的 那这个题又不是平均数 这个45不是29和69的平均数 没有关系 基本操作原理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令啊 x的方减10x减45等于一个a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换成了 不要说令x方减10x 这样换的不彻底啊 换的不彻底 干脆就连45一块换了 那么如果这个玩是a的话 我想问一下减29 你明白应该是a怎么着了吗 是a加16啊 第一个是a加16分之1 加上第二个是个a分之1 第三个呢 应该减去一个 这一部分应该是个a减24了 对吧 a减24分之2等于0 当然解方程之前啊 你肯定还是要写解字 好 另一个玩儿等于a 现在变成这样了 那可能有人说 下边我们怎么办呢 下边也别犹豫了 你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 你只能怎么办 你是不是只能通分死算 对吧 或者说去分母 对吧 不要犹豫 我们干脆去一下分母 如果去分母的话 这个1是不是得乘这俩分母 那就是a倍的a减24 加上一个 这个1是不是得乘这俩分母 对吧 反正我们续分母 就是乘以这三分母啊 那导致这个1得乘这俩 那就是a加16 乘以一个a减24 减去2倍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得他们俩成了 那就是a倍的a加16 等于一个0 因为0乘以肉处 是不是还是等于0的 下面怎么办呢 展开呗 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a方 减去一个24a 对吧 加上好 这一部分又有一个a的平方 对吧 a的平方 然后这有个加16a 有个减24a 那么就应该是减8a了 好 然后再减去一个16乘以24 这一部分呢 先别着急算啊 没减后边还可以简化一下 我们先留着 因为它毕竟很搭啊 减去一个16乘以24 这一部分就得减2a的平方 再减去一个32a 它等于一个0 对吧 等于一个0 那你坐到这儿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有点收获 有没有发现这个a方 底销了 有没有人看起来是个二次方程 其实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人一次方程 对吧 a方 加a方 减2a方 没有了 那么减24a 减8a 再减32a 你们发现一路再减a 减了多少呢 是不是减了一个64a啊 对吧 就减24 减8就是减32了 又减32 然后-64a 然后减去16 乘以一个24 它应该等于0 乘数项只有这个里边有 对吧 那得到这个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64 是不是移过来 得到一个64a呢 它是等于负的16 乘以一个24 那我们的a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a应该是一个负的16 乘以24 除以一个64 现在有没有分明白 我为什么一上来 没有把那个16乘以24算出来 我说在这可以约分 对吧 你首先16跟64 直接约掉 是不是就剩个4了 然后4呢 再和24约一下 就剩个6了 所以导致我们的a 是等于一个-6的 算了没有呢 还是那个问题吧 换圆是不是要换圆去 我们这个题不是求a等于几 我们是要求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求x等于几 那你现在把这个-6移过来 可以得到一个x的平方 减10x 减45 应该等于一个-6 你是不是要把-6移过去了 那这种方程 我们在讲因时分解的时候 在讲因时分解的时候说过 这种一元二次方程 同学们是可以解了 我看到面上班有很多人解这种方程 开始什么分解这一数完全不对啊 我们要把它整理成 一元二次方程的标准形式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嘛 虽然现在大家没有学过 但是只要学了因时分解啊 一元二次方程简单的 同学们已经可以解了 你要把这个-6移过去 它的标准形式 右边永远是等于0的 就所有东西都扔到左边啊 右边只能等于0 那就是x的方 减去一个10x 移过来是不是得加6 -45加6 应该是减39吧 等于一个0 是吧 好 那我们在这儿应该十字相乘了啊 开始要因时分解十字相乘 左边是不是个11啊 右边应该是3和13啊 第一反应是3和13 正好3和13 是不是可以凑一个10 我要-10 是不是在这儿加一个负号 那导致因时分解的结果是x加3 乘以一个x-13等于0 两个东西相乘等于0 你明白可以解出来了吗 对吧 这就是我们解一用二次方程 利用因时分解来解的这个办法 所以右边必须等于0啊 你等于一个数 那你成两个数相乘 比如等于1等于2等于6 那太多了 对吧 但等于0只有一种情况 就他们俩都有可能等于0 导致x1等于一个-3 x2呢等于一个13 诶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方程解出来了 那又问一下做完了没有呢 还是没有做完吗 对吧 如果习惯比较好的同学 肯定回答的是没有做完 如果是习惯不太好的同学 可能回答已经做完了 还有一部分 就是在里边起哄的同学 你肯定在里边瞎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题 为什么没有做完 他为什么没有做完呢 我们这是什么方程 分式方程 对吧 分式方程 你还记得跟整式方程有什么区别吗 它必须要检验嘛 对吧 所以我们要后边加一句话 金简验德 这俩是不是原方程的解 对吧 你这个负三现在带到里边去 它不能让这些分母等于0 你的13带你去 也不能让这些分母等于0 所以这俩都是这个方程的解 带进去这一部分我就不讲了 金简验德 后边加一句 金简验德 x等于-3和x等于13 都是原方程的解 是原方程的解 好吧 一定要加个密句话 因为毕竟是个分式方程 所以这个题呢 其实它的技巧就在于 我们换圆换中间数 剩下来的必须硬算 算到最后 其实呢 发现其实方程不是很难解 对吧 毕竟是个一元一次的 再换回去 那么对于这种一元二次方程 它怎么来解 我讲了一下 一定是把所有东西都移到左边 右边等于0 然后用十字相称法 因式分解 得出我们最后答案 但是分式方程 记住检验 好吧 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四啊 那这道题呢 其实还是计算 就是一门心思 去把这个式子展开 但是展开的时候 会有一些公式要运用到 这个呢 我先不说啊 同学们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自己先做 好吧 好 我觉得只要你是闷头 去把这题展开了的同学啊 应该这个题还是可以做一下的 在这边主要就是考察三个公式 如果要展开的 明白对于这个等号左边 是不是就考察完全平方公式 对于等号右边 其实考察的是三元平方公式 那么你需要对公式比较熟 你公式不熟的话 这种题做起来是不是很费劲的 来 那么我们处理一下啊 首先左边我说了啊 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 可以得到一个 b方 减2bc 加上一个c的平方 加上一个c的平方 减2ac 然后加上一个a的平方 再加a的平方 减2ab 再加上一个b的平方 这是我们左边 其实完全平方公式还挺好展开的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那三元平方公式 我估计可能也不能也没有学过啊 没有学过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a加b加c 括号的平方 这个叫三元平方公式 里边有三个位置数啊 他这个平方呢 我每次总结的时候 相信视频前如果一直在学竞争班 同学应该知道 是不是应该是平方每样一个a方加b方加上一个c方 这叫平方每样一个 两两组合每样两个 加2ab加上2bc加上2ca 这就是我们的三元平方公式 三元平方公式 平方每样一个 两两组合每样两个 但是如果我在这改一个减号呢 那么所有c的基数词项都要变一下符号 二次方不是基数词项 那不用变 那在这是不是要改成个减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改成减 只要是c的一四方呢 是不是都改成一个减号 这是我们三元平方公式 记住啊 平方每样一个 两两组合每样两个 把这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它应该是一个超大的式子了 等于一个 你说这展开这也太多了 是多也没办法 我们必须得去整理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平方每样一个 上面有个b方加c方 加上一个4a的平方 这部分能理解我说的 对吧 因为2a平方就是4a方的 好 然后加2bc 减4ab 减4ac 两两组合每样两个 因为它是个负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 应该有两个都变成负的了 好 那导致第二个应该是 加上c方 加上一个a方 加上一个4b的平方 加2ac减去一个4bc 再减去一个4ab 是吧 4ab就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就应该是加上一个a方 加上一个b方 加上一个4c的平方 加上2ab减4ac减4bc 好 行了 特别长 特别长 现在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把它展开 展开了以后 注意啊 我的一行都写不下去 都分两行了 你是不是开始要去合并 同类像 那大家观察一下 左边是不是有一个b方 左边有个b方啊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b方 右边这个式子里边 也有一个b方和一个b方啊 这个地方现在有个b方 b方这一部分呢 是不是就抵消了 对吧 同样道理 加c方 加c方 加a方 加a方 和这个地方的 加c方 加c方 加a方 和加a方 是不是也抵消掉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减2bc啊 减2bc 这个地方呢 现在有一个 加2bc 它抵消不了 这地方有一个减4bc 有一个 减4bc 有没有发现 还是抵消不了 对吧 还是抵消不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干脆整理一下 我们把这所有的 减2bc都移过来 都移过来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们 这个地方还剩个4a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剩个4b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剩个4c方 那也就是 4a方 加4b方 加上4c方 其实对于这种融换对的事 肯定每样一个 有4a方就一定有4b方 有4c方 而现在把这个减2bc移过来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加2bc 加2bc又加2bc 它是不是叫加4bc 加4bc 应该和我们的减4bc 是不是应该抵消了 那后边还有个减4bc 所以在这一部分 是不是应该有个减4bc了 那同样道理就一定有什么呢 减4ab 减4bc 计算过程我就不讲完整版了 我说了既然融换对的事 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有这个 你不信了 你慢慢的去一项和平同一项 你看看是不是长成这样 当我们整理到这种程度了以后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零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式子其实给你们的话 也只有一种处理办法了 是不是上来先左右两边 同时除以4 这么多次 对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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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次 太恶心了 干脆左右两边同时除以4 我看面试班有同学喜欢在这提一个4出来 你提4干嘛 提4没用了 干脆还不是除了呢 对吧 就变成了一个a方 加上一个b方 加上一个c方 然后减bc 减ab 再减去ac 等于一个零 那你看到这个式子 有什么想法呢 其实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公式 这个就是三个完全平方公式的一半那个公式 对吧 是我们讲的那八个公式当中的第七一个 把它整理一下是 二分之一的中括号 a减b的平方 加上一个b减c的平方 加上一个c减a的平方 最后等于零 来 视频前如果是新学员 这个公式不熟的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我们应该先把这个式子呢 扩大一个2倍 扩大一个2倍 2a方加上2b方加上一个2c方 减2bc减2ab 再减2ac等于一个零 挑一个a方 一个b方和一个减 减2ab吧 说错了啊 减a方b方减2ab 是不是就是a减b的平方了 挑一个b方 挑一个c方和一个2bc 是不是就是一个b减c的平方了 最后挑一个a方 挑一个c方和一个减2ac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a减c的平方了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怎么着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把原式扩大了一个2倍呀 你现在还原回去 是不是就是1分之1中括号了 各位能理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吗 好吧 先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得到了在这儿 有一个这样的式子啊 1分之1的平方加平方加平方等于零 你们呢 其实发生什么事 你是不是就是三个平方加起来等于零啊 三个平方加起来等于零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三个平方都等于零 所以a减b等于零 a和b就这么了 相等了 b减c等于零 c减a等于零 那bcc是不是都相等 最后得出的结论呢 是我们的a等于b等于c 这样我们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abc他们仨是相等的 对吧 abc相等 如果得出abc相等啊 我们这个题其实还没有做完吧 题目是不是要求这个分式的值啊 对吧 求这个分式的值 你就把这三个字母可以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了 因为他们仨相等 对吧 干脆都换成a 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消源的目的 如果都换成a 大家看一下这个分式变成啥样的啊 来来来 看一看 首先下面有一个bc 是不是就是a乘以a 是不是a方加1啊 哦 a方加1 呃 乘以一个ca 是不是a乘以a 因为都是a嘛 是不是也是a方加1 然后下一个是不是还是a方加1 那分母呢 第一个就是a方加1 第二个你个b方加1把b换成a 是不是就是a方加1啊 第三个c方改成a方的话也是a方加1 诶 分子和分母怎么着呢 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个题最后答案等于1 等于1 是吧 等于1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去把这个式子展开啊 展开完了以后发现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公式 所以我说这个题其实本质上是使用三个公式的 第一个完全平方公式 第二个三元平方公式 第三个三个完全平方公式的一半 那我在初一秋季班的时候就已经再三强调了 初中进浪我们就讲八个公式 你公式不熟呢 对于你做这种题一定会有影响的 所以呢 如果是公式不熟的同学啊 你可以去找一下那八个公式啊 好好的再看一看啊 好好的再看一看 好吧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